以上所讲的两类的证据都是客观的证据 第一就是圣经的预言 圣经一早很清楚和很准确地说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第二就是圣经的科学性 圣经一早说了一些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事实 这些证据都是一些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知道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 以下的证据就是经历性的证据 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我们可以经历到他 这个世界上是有两类的宗教可以经历到的 第一类就是真神的宗教 就是基督教是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 第二类的宗教就是那些接触灵界的宗教 好像文米、蝶仙、神打 他们真的接触了一种邪恶的势力 我首先讲一下神可以经历的证据 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真神 有很多人奉耶稣的名祈祷的时候 真的病得医治和邪灵赶出来 我以前以为我不会有这样的能力 但后来我发觉我为人祈祷的时候 真的有人病得医治和邪灵赶出来 神真的将这个能力赐给所有相信和亲近神的人 还有很多人奉耶稣的名祈祷 经历到心灵的医治和心灵的安慰 甚至可以经历神很真实的能力 我自己在1998年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能力 就是当阿根廷的报道家安卡罗来到香港 他为很多人按手祈祷 我也都接受他按手祈祷 当他为我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感觉很强烈的能力 好像电流涌入我里面 而同时我感觉很强烈的爱 是同一秒钟之内发生的 是非常之强烈神的爱 我怎知道是神的爱呢 因为他里面是非常之圣洁光明 还有带来很大的感动 带来很强烈的爱 那我立刻呢 立刻哭出来 是我有史以来未曾试过 这么强烈的哭的 我是很感动很感动 自从那一天之后 我就很多很多祈祷 我就很喜欢神 和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而之后呢 我为很多人祈祷 和按手祈祷的时候呢 他们经历到很大的能力 有些人经历好像电流 很多人经历爱 感动 开心 甚至在电话祈祷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人呢 经历到神的能力 和爱 和平安 让我知道 神是很真实 但这个经历 不只是我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基督徒 是经历到很大的能力 你也可以经历 这个很真实的能力 让我们知道 神是全能的真神 祂是真是满有能力 祂真是可以来到你的身上 当你真心向祂祷告 求耶稣射灭你的罪 求耶稣救你 神的平安 亦都可以来到你的身上 第四类的证据呢 就是邪灵境界的证据 有很多人接触灵界 很多人问米 玩蝶仙 神打 或者用其他方法 接触灵界 就发觉真的有能力 有很多人呢 就被这种能力吸引了 但他没有想到 这种能力 带来很大的破坏 和带来黑暗的 有很多人曾经 玩蝶仙 文米 接触灵界 他就开始听到声音 那些声音 全部叫他死 或者你没用 令到他低沉 不是带来喜乐和平安的 神的灵 带来的果效 是平安和喜乐的 是圣洁 是光明的 但是邪灵带来的力量 是黑暗的 是污蔚的 是叫人犯罪的 是叫人愤怒的 想自杀的 就被我们看到 这些不是出衣神的 邪灵是很真实的 我曾经试过很多次 和人赶邪灵 我也都见过 很多基督徒为人赶邪灵 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的时候 真是能够把邪灵赶出来 我们看到很正常的人 很健康 很开心 或者很美丽 当邪灵一现出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变得丑恶 变得惧怕 会发狂的叫 失控 就看得到 他里面真是有个邪恶势力 当我和人说邪灵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说 有邪灵的时候 是开心 是快乐的 他们通常都是说 很惧怕 是黑暗的 是污蔚的 是害怕的 但是当邪灵 赶了出来之后 他们就变得很开心 很平安的 这些的经历 让我们知道 真是有灵界的存在 也有些人用打坐 他的灵魂离开身体 就可以接触到灵界 但是和这些灵界接触 是非常危险的 当我们知道有邪灵的存在的时候 也都知道是有神的灵 因为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我们看到花草说墓是很美的 我们看到BB仔是很单纯 是很开心的 是当人类的罪一路多的时候 他就变得很多烦恼 很多问题 我们看到这么多美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不是邪灵做出来的 我们看到人被鬼附的时候 是发狂的 是失控的 是愤怒的 他没有理由能够做到一些很美丽的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美丽 我们知道一定是一个神 是一个美善的神 将这个世界做出来的 这是一个人来介绍的 我们这边有个人 可是我们还能够开 得到